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受仪式 29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受勋章奖章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 伟大时代呼唤英雄、造就英雄 英雄辈出 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兴旺发达 长胜不衰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英雄模范 推动全社会尊崇英雄 学习英雄、争作英雄 希望受到表彰的同志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 争取更大荣光 李强、赵乐际、王滬宁、丁薛祥、李希、韩正 出席颁受仪式 蔡奇主持 九十许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 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 前往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礼宾分裂道路两侧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沿着红毯设设计而上 进入人民大会堂 党和国家公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 有关领导同志等 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欢迎欢迎国家公勋章 向您之将 欢迎欢迎国家公勋章 向您之将 欢迎欢迎国家公勋章 向您之将 欢迎欢迎国家公勋章 欢迎欢迎国家公勋章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气氛庄重热烈 据幅红色背景板上 共和国勋章 友谊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图案 熠熠生辉 背景板前 十八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分裂两侧 十八名英姿挺拔的礼兵 持枪助力 九时五十八分 在荒谱的乐器中间 习近平 从国家宣章 和国家荣誉通号奖章 一魂在入队场 全场请命 热烈鼓掌 十十整 军乐团后手推想仪式号奖章 帮秀仪式 插章 请全体起立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隐勇军进行曲奏响 全场高唱国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蔡奇宣读习近平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主席令指出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隆重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 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 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根据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的决定 授予王永志等四人共和国勋章 授予狄尔玛罗塞福友谊勋章 授予王小摩等十人国家荣誉称号 两名棋手高晴五星红旗 三名礼兵手捧共和国勋章 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迈着雄剑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寻众的向主国勋章赐契章 习正平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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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颁受无和国勋章 王宗德 应勇顽强 无法牺牲的战畏英雄 现在班寿有意寻章 迪尔玛罗塞浦 巴西前总统 新开发银行行长 长期之力 大多数 现在班寿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巴伊卡凯利迪别克 人民卫士 田华人民艺术家 许振超 人民工匠 张卓远 张晋帆 人民教育家 张谢霖 体育工作 体育工作结出贡献 赵中学 人民科学家 绿星 陈星梅 人民艺术家 绍兴绿园 向功勋摩汉文武 献上美丽的鲜花 敬礼至意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首先 我代表党中央 全国人大 国务院 和中央军委 向获得 共和国勋章 和国家容易称号的 英雄模范 获得友谊勋章的国际友人 表示热烈祝贺 致以崇高敬意 习近平指出 新中国成立75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 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长期稳定 两大奇迹 伟大祖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 在这个波澜壮阔的 发展历程中 各条战线涌现出 一批又一批英雄模范 今天受到表彰的同志 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他们的先进事迹 和突出贡献 将勇载共和国史册 他们忠诚 执着 朴实的优秀品格 值得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学习 习近平强调 我国正处于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 关键时期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要以英雄模范为榜样 团结奋进 砥砺前行 汇聚起 共襄强国胜举的 磅礴力量 要胸怀强国之志 以国家富强为念 以人民幸福为盼 忠心爱国 始至报国 把个人小我 融入国家大我 在为国尽责 为民服务中 实现个人价值 展现人生风采 要锤炼强国之技 顺应时代发展新要求 学习新知识 掌握新技能 练就真本领 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 钻一行 努力成为 善于干事创业的 岗位能手 行家礼手 要涌建强国之功 以指征朝夕的历史主动 主人翁的责任担当 锐意进取 迎难而上 追求卓越 精益求精 在平凡岗位上 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在破解发展难题 攻克改革难关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 不断有所作为 习近平指出 75年来 世界上有很多 与中国人民 志同道合 风雨同舟的老朋友 好朋友 今天被授予 友谊勋章的 迪尔玛罗塞福女士 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中国人民 永远不会忘记 那些为中国发展 增进中国人民 同各国人民友谊 做出突出贡献的 国际友人 中国人民 愿携手世界各国人民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强调 新的画卷需要我们共同描绘 新的历史需要我们共同开创 让我们锚定目标 努力同心 开拓进取 共同谱写 人民共和国更加绚丽 精彩的新篇章 谢谢 班寿仪式上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 有意勋章获得者 迪尔玛罗塞福 代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发言 班寿仪式后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同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合影留念 在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央军委委员 出席颁寿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 和北京市负责同志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亲属代表 所在单位代表 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 有关国家驻华使节 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等 约一千人参加颁寿仪式 中央书记住 2 3 4 6 5 1